你一口 我一口 在疫情下 仍然有食客不顧感染新冠肺炎的風險 拉帶甚至不戴口罩 吞雲吐霧吸食水煙 有醫生警告 說吸食水煙對健康的影響 比吸食傳統香煙有過之而無不及 如果去水煙巴吸水煙 通常一次會吸幾百下 六七百下 所以等於吃了差不多一包煙 吸水煙 人們覺得那些煙是經過水過濾後 才吸下去 可能有些塵有些有害物質 會被水過濾了 但如果我們看之前也做過一些研究 其實吸水煙一樣 那些毒一樣對身體有害 一樣利古丁會上癮 一樣會增加有些癌症的風險 一樣的 其實沒有什麼大分別 那到底吸食水煙 會不會傳播新冠肺炎病毒 或者其他病菌呢 吃水煙都很常有的 是一個是共享一個水壺 我想以前說的可能是那個煙咀 共享都有 我們說共享一個水壺 會不會增加感染的雜病風險呢 理論上會的 除非你說水壺每一次都清洗 每一次都清洗 你說吸的時候 大家一人有一個 會不會由一個人Pass去另一個呢 其實這個可能性反而相對會低些 反而就是吸食的過程之中 有些病毒黏在水壺裡 到下一次下一個人來吸食 可能會感染到的機會會高些 衛生署表示過去三年 控煙酒辦接獲大約940宗 涉及酒吧等食肆的為例吸煙投訴 當中有49宗涉及吸食水煙 但是處方並沒有回應 是不是規管銷售 或者是就提供水煙的場所發牌的事宜 東網記者陳淑儀報導 請問郭榮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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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就是 到開完整個會 到最後 都會選不到來會主席的呢 如果是這樣 簡直就是一個 天大的笑話 即是說 如果開會 會不會開了 整年都選不到主席呢 最後 我不知道會有議員來的 因為剛才以為沒有人接衰 我就 因為現在就 很多謝你來 因為說人不接信 所以我們放進去 給水平處處 交給主席 紅牌警告 踢郭榮鏗出議會 紅牌警告 踢郭榮鏗出議會 是的 紅牌警告 踢郭榮鏗出議會 紅牌警告 踢郭榮鏗出議會 好 今天雖然他說是要做我的 主要呢 陳克勤議員是很關注這件事 但是呢 他在立法會裡面 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會議 不希望立法會停擺 或者有任何的拉布 所以我們在爭取每一分每一秒 去做工作 我會將你這個意見 給陳克勤議員 好嗎 謝謝 陳議員 東網上你看 新增了賺分任務 每日千度和閱讀指定新聞 快點下載東網APP 一邊看新聞 一邊賺到更多OM.CCCOIN 援取豐富獎賞